上次第一次来检测的时候 医师有说就是我的眼周 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细纹 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肤矿还OK 目前使用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 好像脸上的皮肤变细了 然后毛细孔变小 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每天都要上妆 所以你在化妆前使用 然后再化妆就会觉得妆好贴 然后可以持久一整天 就是还蛮期待可以继续再试验 然后使用下去的 廖医师我又来了 哈啰 李文美女 那不知道你使用这个四个礼拜的 Carnatine这个成分的产品 不知道你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心得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皮肤有变细一点 然后保湿度比较好 用了四周之后发现就是你上妆好像比较容易低 你也不用打得那么厚 然后不用一直补妆啊 然后卡粉的问题也比较少 这是我最大的那个 觉得最大的改善 哇 那这样算是蛮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女生在化妆的时候 如果你底层的保湿度做的没有很好的时候 你上妆就会很困了 对 那另外就是说你觉得Carnatine这一支产品 跟其他的产品 不知道你使用起来有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Carnatine就是你 我擦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下就吸收了 然后是真的有进去到里面 然后从里面就是保湿水到外面的那个感觉 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你的脸很油很亮 这样子看起来Carnatine这一支产品还蛮适合你 真的哦 那接下来我帮你就是看一下你最近的肤矿 只用四个礼拜之后看是不是有比上次改善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有帮你就是填写一下就是我们四个礼拜的品量表 好 像第一题是说就是皮肤在光伤害 就是一些紫外线对我们皮肤造成的老化跟伤害来讲 其实因为立文的皮肤算是蛮年轻的皮肤 保养的也不错 所以这个大概还是属于在轻微的状态 那第二题就是说我们临床上皮肤的粗糙的程度 上次是比较严重的 那今天是有进步 那再也就是色素的问题 因为立文的皮肤大概没有什么色素 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女生最在意的细纹 细纹上次可能是因为干燥 或者是其他比较累的关系是比较明显 那今天看起来是有进步一点 那第一题就是说整体的那个就是紫外线造成 伤害的这个部分的改善 其实就是像粗糙啊细纹这些都有看出来有点改善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你好像没有说到有任何红氧 或者是使用之后有脱皮啊长痘痘啊 或者是水肿的问题 对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已经使用四周看到一点效果 那就是我们会在期待接下来你在使用四周之后 看可不可以就是让你的一些细纹或者敏感再更加进步 那当然这个这一支产品也很适合你就是长期 甚至就是像有时候在做医美术后也可以一起来使用 耶所以我使用四周之后整体来说已经有进步了 耶谢谢医师 不客气 其实刚听了医师这么专业然后很仔细看了我的脸之后 他说我的状况有一些进步 然后那个保湿度啊然后细纹都有明显的减少 其实我内心非常的高兴 因为一开始是我自己有觉得 但是就是有时候还是女生嘛 还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赞美或者是大家的肯定 那医生又那么专业 然后他仔细的看我的肤况之后觉得我真的有明显的进步 所以觉得很高兴 然后也觉得希望可以继续再使用下去 下一次是也是一样四周之后 所以呢我这四周也会就是非常认真的每天早晚使用 那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一进门医生就会吓一跳 就是不用很近看 然后看到我就会觉得明显的肤况变很好 然后很保湿 然后呢眼周的细纹真的可以淡化很多 然后变得很稳定 然后更年轻更美